去年年末,一个中国留学生登上了美国各大新闻的头条,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,在12月6月凌晨,三名歹徒携枪闯入他的住处实施抢劫,立刻拿起枪反击。 当场击毙,一名歹徒,其余两人逃窜,事发之后,该名留学生将经过发达网上,当地乔保也做了报道,于是走红全美,这个事情的有趣之处是中国留学生使用中国产的武器击毙了歹徒。 这次立功武器的是一支HRK12号线弹枪,很多观众看到这款线弹枪照片会感觉很熟悉,原来这就是由我国生产的97式线弹枪,银行的武装压运员经常装备此箱。 这名留学生及必带徒,所使用的HRK9811是12号线弹枪,其实是我国黑龙江熊银集团生产的97式线弹枪,型号为GAQFB18.4mm紧用线弹枪。 该枪基本上是著名的雷银段870型线弹的仿制品,广泛的用于民用和仅用。 HRK9811线弹枪在美国十分畅销,售价只有原版的雷银段870型线弹的三分之一,做工却十分厚道。 主要零件都是金属切销或断压机加工件,比雷银段870还要兼顾耐用。 该枪在促销时还免费附赠战术导鬼,和鬼环瞄准具等战术附件,性价比极高。 在美国经常出现一枪篮球的情况,HRK9811线弹枪是一种蹦动式线弹枪,又被称为鸡筒式线弹枪,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打一发啦,一下子,那种线弹枪。 这是一种纯手动的线弹枪,利用护目或手柄往复动力,推动弹枪中的子弹上弹,是非自动的枪械动作原理。 由于蹦动式线弹枪上弹便捷,反应非常迅速,安全可靠,所以是线弹枪的主流结构。 经典的蹦动线弹枪还有发射12号线弹的文彻斯特1897连发枪,这个枪曾被称为战壕清道夫,在吃鸡游戏里也有上加表现。 蹦动式线弹枪的强身有两根上下平行的管子,上面的是枪管,下面的是储存弹药的弓弹管式弹仓。 弹仓内可以装武当六发线弹,此外弹仓内还有一发,美国警察比较喜欢蹦动式线弹枪,这种线弹枪威势力极强。 12号线弹近距离可以一枪轰到一头野猪,命中率极高,50米距离上手发命中率高达80%以上。 蹦动线弹枪枪极高,操作方便,可靠性高,例如97式线弹枪的故障率,只有千分之五,即便遇到了弹药故障也不用担心,拉一下手柄就能听迅速退弹。 另外蹦动式线弹枪还能随时更换弹种,综合性能超过弹侠弓弹。 不过,跟美军的看法一样,中国军队认为仅用线弹枪的威力不足,军队更喜欢导气式半色洞射击的武器,也是我们研制了QBS-09式军用线弹枪。 该枪使用独一无二的无合金线弹,无合金具有极高的密度,出速高达420米每秒,有效射程高达100米,而美军同类武器仅为50米。